9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新闻发布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伟表示 2019年以来,中国物价运行在合力区间 国庆期间物价有望继续保持平稳 1到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平均同比上涨2.4% 8月份同比上涨2.8% 涨幅与上月持平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比去年同期上涨0.1% 8月份同比下跌0.8% 进一步看,物价上涨的结构性特征明显 主要表现为食品价格上涨 受非洲猪瘟疫情等因素的影响 猪肉价格明显上涨 带动食品价格涨幅较大 近来,猪肉价格上涨引起广泛关注 孟伟说,随着一系列保障市场供应 促进物价稳定措施的落实 从近期间测情况看,猪肉价格已经趋稳 国庆期间,物价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运行 9月11号到17号,36个大中城市的猪肉平均零售价格日均涨幅为0.28% 较8月份明显收窄 其中,中秋节第二天下降了0.22% 36个大中城市,10涨13跌13平 果蔬价格小幅回落 9月17日,水果蔬菜平均价格比8月底分别回落了3.2%和2.2% 国庆佳节临近 从物价走势分析看 国庆节期间,物价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运行 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密切监测重要民生商品市场价格变化 根据需要及时采取相应调控措施 保持物价基本稳定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